还是碳酸饮料最好喝了 当然是巧克力最好吃了 果然还是我的这里头最好吃 你们吃那种零食的话 牙齿会烂掉 会肚子痛 长胖了 对身体也不好 你们还会继续吃吗 那也没办法 零食最好吃了 各位小朋友们准备了 美味健康的营养小零食 嗨大家好 我是小林 大家好 我是Summer 大家好 我是月儿 身体棒棒 吃麻麻香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健康零食制作大挑战 健康零食制作大挑战是什么呀 在解释这个很长的规则之前我觉得我有点头疼 我们可以先喝这个饮料吗 这是什么饮料 你们也喝一下吧 好喝 好好喝 里面还有果仁 对 我觉得我喝完之后整个身体都感觉变得很轻易 我要飞起来了 我刚刚不是一直在喝那个可乐吗 我觉得喝完这个果汁之后突然觉得肚子里有变舒服一点 没错 我感觉突然变健康了 对 所以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挑战吧 来 Let's go 虽然我们面前的这三种零食都很健康很好吃 但是搭你吃的话会觉得有点搭你掉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挑战就是呢 混合自由搭配 然后呢看谁的零食更健康更好吃 大了 OK 那我们就石头剪刀布吧 好吧 您的人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石头剪刀布 啊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哇 那水果干你拿走吧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喝这个土耐药 哇 那我要吃吗 那我要这个 哇 越来越好 那我要奶酪谱 那我们就选择好了 现在就各自去自由搭配吧 WOW 小林选择的就是这个奶酪谱 WOW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奶酪谱 WOW 很香 WOW WOW 很有那种我怎么说好像在吃饼干的感觉 一点都不腻很好吃 就这么吃的话味道也比较单腻了绝多 有了我会搭配 沙拉呀 由于考虑到色彩小林选择的沙拉呢 不仅有绿色的紫色的还有呢 这个红色的小番茄 还有黄色的玉米 颜色非常鲜艳哦 那我们现在赶紧就搭配起来吧 可爱又健康的小番茄 绿色蔬菜 WOW 生菜 再一点玉米 吃玉米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最后呢就是非常非常营养的鸡胸肉 然后呢再把我们这个很好吃的奶酪谱呢 像这样 一颗一颗的放上去 这样搭配着吃呢 好看 营养又健康 完美的一摊 我要做的是水果蜂蜜柚子茶 而且呢我要做两种哦 哇 我最喜欢蜂蜜柚子茶 里面还有西瓜 哦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那个饮料包 呼呼 所以呢我先在这里面调汇好 哦 大家看到没有 很浓哦 很像封面 这里写着一个 较浓适中 这个水呢倒到里面去 接下来呢 我们再搅拌搅拌 大家看这个颜色 哦 红红的哦 接下来呢 把我提前准备好的 圣女果小番茄 新葡萄 葡萄 紫葡萄 都放进去 哦 哇 放入几颗菠萝 因为我们要颜色就是有很多的样子 再加上这个蜂蜜柚子茶本身就是黄色的 就应该挺搭的 接下来呢 还有蟲子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 倒进去咯 最后呢 装饰就是 蜂蜜柠檬 第一杯热腾腾的蜂蜜柚子茶就完成了 不过呢 听说有很多朋友呢 也喜欢喝冷饮 所以我还要准备一个 冷饮版的蜂蜜柚子茶哦 倒进我们浓浓的蜂蜜柚子茶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我要弄得比较浓了 所以只要一点点热水哦 搅拌 冰冻的草莓做冰块 然后呢 放上去我也做好的橙子 然后呢 一点柠檬 然后呢 不一样的 西柚 当然还少不了冰块咯 倒入浓浓的蜂蜜柚子茶 OK 咱们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今天呢 鱼儿拿到的就是这个 混合水果干 猫子装都长得非常美 它是有三种水果哦 有这个梨子 然后草莓 还有苹果 哇 这个是梨子干耶 它已经完全被风干了 或者红干了 完全是梨子的味道 而且还可以嚼到那个梨子 就是一粒一粒 大家吃的时候那种感觉 它的口感还是在的 哦 苹果 苹果 而且这个颜色还是白白的 说明这个苹果还没有被氧化 哇 哇 哇 这个苹果的味道也太牛了吧 而且有点酸酸的 最后这个就有点很牛了哦 成颗的大宝梅耶 而且保存的非常完整 好酸 噢 噢 好酸 今天呢 苹儿就准备了 酸奶 还有这个啊 首先打开酸奶 超浓郁的 之后呢 就要来添加一些 健康的燕麦 健康的燕麦 苹果冒具 草莓 这些呢 都是梨子哦 像这样一碗 营养又健康又非常好吃的早餐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的健康零食制作大挑战呢 已经全部完成了 就来公开一下各自的作品吧 三 二 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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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 我觉得它做得很棒的 哇 很美啊 都很好吃 我觉得我们都遵循了一个就是 色香味俱全这个 美 而且 有一个很关键词 健康 没错 对 健康 那我们现在来各自的试吃一下 非常健康 这一勺吃下去 很低值 而且就是奶酪 因为它有一点点稍微有点 咸咸的味道 对对对 就是蔬菜沙拉又没有 它没有加盐什么的 就一下就有味道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这个奶酪 它是咸的 哇 好了现在嘴巴会有点干了 我们就来喝一下饮料 好了 我的这个就是 有热的很冷的 你还准备了两杯 对 里面的这个搭也不太一样 那我先请一下热的 我还没喝呢 我要尝一下 很好喝对不对 这个很像外面卖的那个水果茶 对而且里面有果肉 真的好喝 超好喝 我觉得这个超成功的 好 那我们这个饭菜跟饮料都吃完之后 就要上一点甜点了 我特别好奇这个味道 哇 哇 快快快 嗯 好好吃啊 很好吃啊 很有口感 嗯 哇草莓真的特别棒 哇 它这个草莓不是很干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润的 哇 我觉得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高低之分 已经是它一日三餐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搭配 我们是一套的 对一个组合 一个组合 Combination 正常 但我们现在要问一下就是小枫林了 到底它最想吃哪一个健康食物呢 一定有 告诉我们呢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玩了健康零食制作大挑战 怎么样大家看它有趣吗 小枫林们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面所有零食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一号就是水果干 二号奶酪蒲 三号呢就是蜂蜜柚子茶了 四号还有我们刚刚喝过的健康果蔬汁 一定要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今天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小枫林们你们知道吗 学习英语有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让它渗透到日常生活里哦 现在打开小林英语 来看看林可家族的日常英语是怎么用的吧 还有活泼动感的儿歌 Johnny Funny Song 如果你还想看林可家族和外国小朋友之间的故事 就和我们一起期待12月24日的Toy and Family吧 小林玩具微信公众号订阅方法 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小林玩具 点击关注公众号 关注完成之后就可以知道下一个精彩的故事了 小林羊羽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 赶紧来看看吧 嗯 。。。。。。。 感谢观看